各位大家好,又是我肥康 最近有點忙,未必有時間拍到一些攻略影片 所以今天就出一段影片教大家遊戲中期有什麼可以種 第一件事,我建議大家種白菜 為什麼呢?因為白菜的生長速度比較快 若果配合營養劑和季節的效應下 假設今天淋了種子,明天就有收成了 第二件事,會建議大家種這個少女哈密瓜 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不斷生長的作物,直到它的體力變靈後就不能生長了 第二件事,它會比其他作物更容易出現一個叫技人球 當你碰到技人球的時候,你就可以提升你的技能 順帶一提,少女哈密瓜就可以製造成一種遠愛的預感料理 不單止可以回復RLP 亦可以賣出去大賺一筆 最後我就會介紹菠蘿 菠蘿雖然生長速度比較慢 當你第一次收成完之後,其他收成也可能一天就做得完 為什麼呢?因為你要配合營養劑和季節效應 就可以很快地生長 第二件事,你可以製成菠蘿汁 菠蘿汁有什麼好處呢?不單是回復RP之外 亦可以賣出去四千多元 不過如果你要製造菠蘿汁的話,你就要記住一點點東西 一定要去一個精靈塔,拿配方才可以製造菠蘿汁 如果你是直接製造菠蘿汁的話,就一定會失敗 我也試過一次 那我就在這條影片順便會教大家如何在雜貨店買的種子 首先,我就會講一下這個白菜種子 白菜種子比較容易 只要你完成一個叫做做12種蔬菜的任務 那你就收成了一開始要你種的12種蔬菜 然後雜貨店就會賣這個白菜種子 那少女哈密瓜種子就要你完成一個叫做收成20種蔬菜的任務 那需要收成20個白菜,20個洋蔥和20個苦力菜 然後到最後,怎樣才可以種到菠蘿種子呢? 那你需要完成這個叫做巨大植物 那你只要做了這個巨大植物之後 那你就完成這個任務 那就可以獲得菠蘿種子了 那今天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幫忙讚好,分享和訂閱 還有上面有些攻略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今天就到此為止,拜拜